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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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们平安弟兄姐妹们 复活节快乐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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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过了四十天的 有一点紧张 忧郁和克制的四旬期之后 我们现在进入了耶稣复活节 和五十天的复活期 那这是一段保有生命力的 蓬勃的 有勇气的 展望未来的时期 复活的耶稣临在我们中间 与我们同行 跟大家分享复活主日的圣道理 玛利亚在一周的第一天很早 大概天还没有完全亮 还是半黑 有点黎明的状态的时候 他就去到坟墓那里要看耶稣 因为我们从上下文得知 玛利亚玛德勒纳如此的爱耶稣 他已经爱到 即使耶稣死了 他也要看见耶稣的遗体 他要给他覆摸他的遗体 那现在让他大吃一惊 因为他隐隐约约看到 那个坟墓的很大的石块 已经移开了 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他没有进去看 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 耶稣不见了 因为他知道耶稣死了 那现在坟墓打开了 他肯定想不到复活 他只能想到耶稣的遗体 被人倒走了或怎么样 总之他马上就跑去报告 告诉伯多鲁和若望 就是耶稣所爱的 福音里边没有说是谁 不过我们假定他就是若望 玛利亚玛德勒纳看见的一个标记是 石头已经滚开 因为他知道 一个死人是不可能挪开石头的 三个大男人也不可能挪开那个石头 所以那个石头本身挪开了 就表明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外力 使那个石头挪开了 只是他并没有想到复活 他只是想到耶稣可能不在了 伯多鲁和若望呢 当他们跑到弯墓那里 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他们分别看到 耶稣的缠在他头上的汗金 和裹在他身体上的那个链布 都已经各个放在不同的地方 非常整齐非常整洁 那他们看到这个 肯定否定了所谓的尸体被偷了 因为如果有人偷尸体 一定不是这么整齐的 小偷哪有这么的高雅 这么有艺术性 把尸体倒走了 还把裹尸体的这些东西 还把它卷在整整齐地放在一处 所以一定也是有一个外力 那他们想不到 当然如果我们是当事人 我们也一定想不到 只是他们的确看到了 耶稣不在了 哪怕是一具身体不在 我们读了很多遍 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了 那耶稣去了哪里呢 福音没有记载 有人说耶稣 首先显现给了自己的母亲 玛利亚 但是没有记载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想 这样的想法 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经验到 亲身经验到 体验到 耶稣复活 当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过我们知道 其他的福音记载 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 已经跟耶稣受难之前的身体 是一个 但又不是一个 就是他们既认识又不认识 既可以触摸 但是又似乎不能触摸 因为这个身体 好像在时空之内 但是同时也在时空之外 超越了时间空间和物质 这些东西已经完全束缚不住 这些也描述不了 一方面有那么的真实 一方面有那么的不可捕捉 各位这就是复活 我们知道 任何高于物质层面的东西 都是比较难表达的 就好像如果你爱一个人 你怎么表达 是不是你越爱一个人 你说的话越少 大道至简 同样复活 更加是耶稣奥秘里面的核心奥秘 那就更难用我们的语言 因为复活的确超越了语言 超越了经验 也超越了所有属于人的范畴 但同时我们又能经验到 特别是有些人可以用信德捕捉到 比方说 玛利亚 玛德勒 纳 伯德鲁 若旺这三个人 他们都跑 他们跑向坟墓 或者是离开坟墓报告讯息 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 爱耶稣或被耶稣所爱的 不同的形态和方式 玛利亚 玛德勒娜 我觉得他是一个情感性的 就是我爱你 我就要黏着你 我就要看着你 我就不能没有你 你就是一具尸体 我也得看着你 他是一个情感 非常的丰沛 一定要表达出来的人 伯德鲁是一个什么人 是一个一腔热火 他也是不离不弃 你知道他已经否认过一三次 他自己也痛哭过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直来直去爽快的人 他错了他就是错了 但是他是对耶稣的确是不离不弃 满腔热火 所以他也跑到父母跟前 只是他好像比较迟钝 他们三个人之间是没办法比较的 没有说谁高谁低 谁多谁少 根本没有这个比较 只是说方式不同而已 就好像父母爱孩子 或者夫妻之间彼此相爱 他们的方式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所以同样的爱 但不同的表达 只不过至少在若望福音的记载当中 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我们假定是若望的话 他的确好像比玛利亚 玛特勒纳和伯德鲁 在直觉耶稣的复活 捕捉耶稣复活的那个临在 在这方面的确要比他们两个人要快 也许若望的团体 后来写福音的时候 故意幽默 或者故意有一点点比较和竞争 但这个不是恶性的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 就是在追寻耶稣方面 我们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 但是我们都丝毫不让步 我们以我们最好的方法 去追寻 去认识 去捕捉耶稣的临在 今天福音的一个主题是奔跑 玛利亚玛特勒纳在跑 伯德鲁在跑 若望也在跑 相同的是他们都在跑 我们也可以想象 耶稣也在跑 因为根据其他的福音记载 耶稣给他们显现的时候说 你们去告诉我的门徒 让他们到加里勒亚 而后来记载的时候 门徒到加里勒亚之后 耶稣早已经到加里勒亚了 那耶稣大概也在跑 这种跑是一种信德上的表达 就是耶稣不是一具尸体 摆在那里 我们可以摸 可以看 可以拥抱的 这不再是那样子的 自从耶稣在实际上 呼出了最后一口气之后 耶稣的神已经充满了整个大地 充满了整个世界 所以耶稣无处不在 耶稣跑向 走向人心 家里 世界的各个角落 我们可以任何方式 去追寻 我们可以任何方式 去跟随 我们可以任何方式 去奔跑 去找到他 就好像出席教会的 一位教父叫 安提约基亚的圣伊纳绝主教 他说 他为我死 我要追寻 他以复活吸引我心 的确 没有一个人 可以完全捕捉到 复活的耶稣 而且耶稣复活的那个场景 谁都不晓得 可是我们感觉到 门徒们也感觉到了 玛利亚玛德勒也感觉到 伯多罗也感觉到了 若王也感觉到了 我们也感觉到了 我们自己受过 洗的基督也感觉到了 虽然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 完全拥抱 捕捉那个耶稣 好像一个物体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 可是我们深深地觉得 他吸引我们 他不在了 反而吸引我们 这是复活 所要表达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因此奔跑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急切地追寻 你要是赶公交车 你迟到了 看那个车要开动了 你要追那个车 你要上车 要急切地追 就是你希望赶上 我们在生命当中 有非常非常多 这样的经验 但是放在我们的 信仰礼仪当中 就是因为复活的耶稣 已经在深深地吸引我们 所以我们被他吸引的 我们也以各样的方法 去找寻他 他已经把他的爱情 借着圣神 倾注在我们心中 所以我们也以我们的方式 去找到他 谁讲的故事我不知道 说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有一只狗 他在村头 他忽然看到 有一只兔子 跑进村子里边 那这只狗 狗见了兔子就很欢快 好像猎物来了 然后这只狗 马上就开始起来 就开始狂吠 就开始狂叫 然后边叫 边追着的兔子 狗我们知道 都是很灵敏的 第一只狗 他一叫 第二只狗也跟着出来了 第二只狗跟着出来 第二只狗也看见了 那只兔子 但他没有看见兔子的 很完整的形态 第三只狗也出来了 看见了那个兔子的尾巴 第一只追 第二只跟着 第一只追 第三只跟着第二只追 然后第四只也出来 第五只也出来 第六只也出来 不过三四五只之后的狗呢 是因为别的狗叫了 他们也出来 也跟着跑 但他们本身并没有看到兔子 他们只是因为别的狗也追 所以他们也在追 后来呢 兔子大概跑得很快 大概比狗跑得还快 狗可能是好久没有锻炼身体了 跑得比较慢 总之 他们好久没有追上 那后来跑得就累了 后来 从最后的那个狗 就开始慢慢地停了下来 因为越后来的狗越没有看到 到底在追什么 所以他们逃了半年没有追到 他们就开始气馁 就开始是伤心 开始骂前面的狗 你们这些傻子 你们到底追什么 他们开始觉得狗都不追了 慢慢慢慢 越来越的狗就不追了 只剩下前边那些 看过那只兔子 影子的狗 至少看过他的影子 然后他们一直还在追 一直还在追 故事很有意思 我听的时候 他是为了激励那些修道的人 能够一直在追 不过说到复活节 说到奔跑的主题 我也觉得 我们受过喜的基督徒 都有或多或少 或真切或模糊的 对于耶稣临在 复活耶稣临在的经验 但凡我们有过这种经验的人 或多或少 或强或弱 但凡有一点点经验的人 我们都在追 我们都要追 因为那只兔子 就是表达基督吧 他一直在前边跑 他吸引我们 他为什么要跑 因为如果耶稣不跑 我们就原地不再动了 我们就不会成长 他为了让我们成长 无论是哪方面的成长 他都一直在跑 他吸引我们 他让我们跟着他一起跑 在跑的时候 我们就唤起了其他的同伴 也唤起了他们同样的渴望 各位 你在追寻耶稣的路上 你还在跑吗 无论你灵洗多久的时间 你还有这样的渴望吗 你还在奔跑 你还在追逐 你还在追寻 你还在追赶 你还在奔走 你还在奔驰 你还在跟随吗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 那显然 你对于复活耶稣 临在的经验 你一直还保存着 我们千万不要停下来 圣保禄中途 我记得在哥林多人里边也说了 他说呢 你们岂不知道在运动场上赛跑的 固然都跑 但只有一个得奖赏的吗 你们也应该这么跑 好能得到奖赏 凡比武竞赛的 在一切事上都要有节制 他们只是为得到可朽坏的花关 但是我们却是为得到不朽坏的花关 所以我总是这么跑 不是如同无目的的 我这样打拳 不是如同打空气的 我痛击我身 使他为奴 免得我给别人报捷 自己反而落选 那现在耶稣跑在哪里 是不是跑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耶稣跑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他吸引我们那样的追寻他 当我们追寻他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 就可以追寻到他 无论怎么样 只要我们活着 我们总是不可能 百分之百的 像你所爱的一个人 或者你的小孩子一样的 完全拥抱住 完全捕捉住 或完全捆绑住耶稣 不可能的 正因为这样 耶稣一直在吸引我们 所以也让我们 跟玛利亚玛德勒纳 跟伯德鲁 跟耶稣说爱的那个门徒 跟世世代代的圣人们 跟所有所有 我们以往的亲人们 在信德的路上 一起奔跑 因为耶稣在前边 因为他已经在 天主父的右边 在那里有我们的永生 在那里有我们的冠冕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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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祝贺复活节快乐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